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位可以说是中国的棋手的中间 当时都是拍在前十位的棋手 也是一流棋手 那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盘棋 现在局面到了目前这个状况 大家也可以看的是很清楚 就是说白棋这几个子需要自估 那么就是说黑棋在攻击 那么这个就是自估和攻击的较量 那么现在轮直白的裸起盒先走 那么现在白棋贴 要这个想在底下做活 由于这里有断的线手 这个黑棋肯定要硬 这个断了以后就冲回去 那么作为这个黑棋 普通的这个想法来说 那就拐下去 那么不过拐下去的话呢 白棋继续贴 还是先手 黑棋呢要立下 因为这个由于白棋几次先手 这个黑棋肯定不能忍受被白棋的这个滚打 然后呢白棋再出去 这样呢是个普通的进行 黑棋呢可以先挤一下 确保这吃掉这两个子 不过本身这部挤呢 和白棋交换呢是亏损的 黑棋是亏损的 所以黑棋呢这个也不太肯下 不过当然了 这样呢也还是一局这个漫长的棋 这个胜负还是在这个 看这个自孤啊 与攻击的这个谁掌握得更加的好 实际上呢王磊呢没有这么选择啊 没有这么选择 他走的呢是直接很含蓄的啊 这个沾上 看上去呢稍微有点奇怪啊 但是呢不给白棋啊 过多的借用 也可以说呢是一手这个比较正常的下法啊 也是也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的攻击的态度啊 就是把自己尽量一手棋补干净 不给对方呢过多的借用 这样他腾挪起来呢肯定就比较难啊 不过在这个时候呢 王磊还是有了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失误啊 有了一些小小失误啊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呢还是把这个走掉算了啊 这个确保自己的彻底的厚实 嗯当然了这个棋 由于是明显是损的 作为职业棋手来说呢 一般呢肯定也不会有这个思路啊 就先把这个亏的 把变化呢也都走掉了 这个肯定是不肯的 嗯只能说是这个是事后而论 可能走掉算了 但是实在呢一般呢也不会考虑到 也不可能啊算得了那么远 所以呢才选择这个 这个呢让白棋呢 来腾挪看看你怎么腾挪 那么沾上以后呢 白棋靠啊 这个确实也是腾挪的好手啊 有时候就是腾挪的时候啊 要走得紧凑 要贴着人家走 这样呢能找到借用 那么攻击的时候呢 有时候要走得反而呢 要稍微松一点啊 那么这个是腾挪的常用招法 黑棋呢 这个扳 黑棋扳 呃 白棋这时候退啊 退呢是这个 呃 正确的这个下法啊 正确的下法 呃 如果扳 这个时候呢 不是太好啊 不是太好 这个看上去 虽然这个 但是呢 这个被黑棋 打了 一挡以后啊 由于这边这个黑棋啊 子力众多啊 这里白棋呢 呃 没有施展手段的余地啊 你要是拐的话呢 黑棋就连回来 这里子力太多了 白棋在这里 折腾不出东西来 这个白棋呢 不行 所以白棋退啊 是正确的下法 那么黑棋压 压一个呃 让白棋呢 也是比较难受啊 如果只是 扳这个的话呢 也像棋形 但是这个被黑棋 白棋一拐呢 白棋的形状呢 比较好啊 这个还可以一加啊 这个也是常用手段 然后呢 再跳起来 这样白棋的这个棋形啊 很好 随时一顶呢 就活了 这个黑棋肯定 不行 所以黑棋要压 那么压呢 这个白棋也涨实 这个局部啊 就是说 不能跟着退啊 这个退呢 在被黑棋这一飞 这个底下啊 眼位依然不足 那么这个上面被压了以后呢 白棋这个地方出头 就会变得比较困难 这个 这个跑 那顶一个呢 就更坏了啊 这个依然是被人家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啊 罗西河一爬 爬在这里啊 这个是 可以说就是 自顾的这个 要点啊 同时呢 也是可以说是 卖了一个破掌 卖一个破掌 很明显 黑棋有搬的手段 但是这个地方呢 白棋呢 也是准备了啊 一些气质的下 气质整形的这个下方 那么这个时候 白棋 跟人家搬 黑棋可以打吃啊 打吃了 这个白棋呢 就局部对杀来说呢 肯定是不利的啊 但是尽管啊 不利 白棋呢 依然呢 还是要 跑出来 如果只是这么简单 打吃 被人家提两个 这个黑棋就太厚了啊 白棋就 没有任何的文章可以做了 所以白棋肯定要拐 那么黑棋叫吃 然后白棋再打 这个棋子 这个时候不能去活啊 这个棋虽然能做活 但是这个活的实在是太委屈了啊 把外面 这个几乎就已经全死掉了 而这个里面呢 只是活了一个非常小的一块 这个是完全不能考虑的啊 这个是完全不能考虑的 所以 白棋啊 也要吃 黑棋提 白棋叫吃啊 虽然这个 对杀不利啊 但白棋呢 通过弃掉这几颗纸 自己外面呢 留下这个一些余味啊 一些余味 白棋拐 黑棋退啊 气是 虽然是白棋不够 但是呢 这个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白棋呢 在这里 留下了挡的线手 黑棋只有硬 那么白棋再有虎啊 通过这个弃子呢 呃 由于以后 而有力 关键呢 还有虎的线手 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白棋呢 已经呢 呃 留下了一个打结也 而这四颗子呢 外面呢 还有一些借用 还有一些借用啊 这个 所以气到这个四个子呢 还是很直的 那么进行到这呢 呃 很普通的这个认为啊 这白棋 就是上 普通的啊 这个 跳一个 由于这里还有个打结也啊 这个白棋涨时呢 自估呢 还是 没有问题的啊 没有问题 虽然被吃了一点 但是木数损失并不大 也可以算作这个是 自估 涨时是成功的啊 涨时 不过这时候啊 罗喜和呢 就是说呢 给我们展现了这个灵活的一面 啊 非常这个灵活的一面 那么 他没有啊 这个 按部就班的 去把这个活出来 虽然活出来 似乎呢 也可以 但是呢 他这个 在自估的同时啊 他反而瞄着什么呢 黑棋的毛病 不是单纯的防守 啊 还是瞄着黑棋的毛病 那黑棋的毛病在哪里呢 现在 白棋这一 跑 这个 这个 黑棋啊 我们刚才一直 强调过 黑棋这个 呃 有机会的话啊 前面应该先挤掉一下 更厚实 那么由于这里战斗 一复杂起来呢 黑棋已经不见得有机会了 走到那个了 啊 走到那 那么这个被跑出来以后 白棋啊 并不是 呃 黑棋所想象的那样 只是在这里 单纯的想着怎么做活 怎么自估 而是呢 把这两颗棋筋 拉出来 对 黑棋 发动这个 反击 这个是 可能是黑棋呢 所没有 预料到的 当然啊 这个棋筋 跑出来了以后 这个 白棋的这个弱点啊 还是 还是非常的 这个可以说是明显的啊 白棋弱点还是非常明显的 不过在此呢 罗启和呢 也是计算深远啊 就再次呢 准备好了这个气质的手段 来获取 全局的 这个主动啊 那么接下来的战斗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继续欣赏一下 这个 你虽然跑出了这个啊 这个棋呢 但是很明显 白棋 黑棋的这个 冲断 你看上去呢 还是 也是非常的这个严厉啊 因为你本身 就没有太活 补一手还不知道活不活 那么拖鲜的话 再被一断啊 断成这个 两块棋的话 这个依然可以说是 非常的这个 危险啊 这这个白棋啊 不过呢 白棋早就呢 准备好了这个 计策啊 他就说 刚才弃了四个 他现在这里 底下这些纸呢 他都准备这个弃掉啊 都准备弃掉 要获取呢 这个全局的这个主动 干脆呢 都不要了 他就贴 黑棋当然要长啊 不然被夹死了 黑棋长 然后白棋再长一个 这个呢 基本上呢 是线手 黑棋呢 不能拖鲜 如果这个拖鲜的话 被这个一飞 这个 这外面这个 要死了 这个吃了这个 肯定不便宜啊 那么 这时候呢 黑棋啊 依然呢 要 跳出去 黑棋跳出来 那么进行到此 这个是死了啊 看上去呢 很是 白棋啊 其实 虽然从这里杀出来了啊 把黑棋也断开了 但是本身外面这块也是枯棋 黑棋 大家这两块棋啊 还是在互跑啊 还是在互跑 那么这个底下 毕竟黑棋 把白棋全吃掉了啊 这么多的木树 还是拿到了手里 这个白棋 是不是看不出呢 这个有 丝毫的这个便宜啊 看不出有丝毫的这个便宜 如果只是说 你普通的跳啊 大家都跳 这个弹不上对黑棋的攻击啊 那么 这里死掉的木树呢 好像还是比较可惜 有点大啊 不过呢 这个时候 罗西河应该也可以说是 成竹在胸啊 成竹在胸 那么 这时候呢 它 一般 这个可以说是 充分利用 这个死棋啊 的好手 这一般以后啊 这个气啊 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里面啊 还有棋啊 还有味道 这个黑棋 想杀白棋呢 不是那么的简单 首先黑棋 不能断啊 不能断 断的话呢 那个 就直接就出棋了 白棋 就算最简单的一打吃啊 这个 由于虎是先手啊 由于虎是先手啊 甚至于直接立都可以 立完以后呢 这个外面 黑棋被 夹死了 这个所以说 黑棋首先呢 肯定不能断 那么不能断的话呢 黑棋就从外面小接 从外面呢 比较这个柔软的 封住你 虽然白棋 通过这一打吃 以后 并跑不掉 这个地方是 你要说 跑掉是 没有任何的 希望的啊 但是白棋 通过这几手的 交换啊 这个以后 这个有可能呢 气就变长了 因为白棋一连通的话 这个气就变长了 那么气就变长了呢 就有和这里 收气的这个变化 白棋现在先虎一个啊 这个是长气的好手 也是一个先手 这个打结 这个黑棋必须得补 那么交换完了以后呢 白棋发现啊 在和这个黑棋 对杀的过程中呢 黑棋啊 也是有负担的 那么接下来 白棋 哎 尖这个 这是收气的好手 黑棋 也只有呢 张 是吧 然后白棋再挡 这个张 虽然能长气 但是呢 对方这个爬也能长气啊 所以说这个 现在呢 还不能张 那么打 那么黑棋赶快 趁着白棋 没有脏的时候 断掉 不过呢 白棋这里 已经啊 精心购置好了 这个气质的这个变化 虽然这里都死了 但白棋想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死之前啊 这些纸被吃掉之前呢 赶快便宜一下 不走了 以后呢 就便宜不到了 那么 那么 那么白棋的 最主要的目的啊 就是 要把 这三个子的 棋机 给它吃通 通过气质 给它吃通 这样 只要把这三个子 一吃通 这里就全变成后事了 全变成后事了 那么刚才 是姑棋 和黑棋 对跑 是吧 那个谈不上任何优势 但如果一吃通了 那么黑棋就是呢 一个人在跑 那个情况呢 可以说呢 就是完全 不一样的 然后提 这个坡当然也是常用的最简单的啊 这个收器的手段 黑棋呢 黑棋呢 接下来呢 立 黑棋立 那么白棋 然后再一团 这几个子啊 就已经 跑不掉了啊 跑不掉了 如果你想跑掉 就必须去张 是吧 这个等于是 想跑掉的话 等于是打车和张 是交换到了 那么交换到了 这个底下呢 就已经出棋了啊 怎么走呢 这个黑棋已经无法呢 这个 进杀白棋 只能是 铺一个 提掉 然后 白棋斑 打截啊 还是一个 锦棋截 这个肯定是 打截的话 这个变化肯定不行 本来白棋就是死的啊 那么呢 黑棋等于这个尾巴啊 这也 这样因为 本身有两棋棋啊 这个尾巴呢 就不能要了啊 那么这个尾巴 一不能要以后呢 实际上这个地方 就是被白棋呢 吃通了 那白棋吃通了以后 很明显 黑棋这一块 就成了明显的 一块孤棋 而白棋啊 通过这个 整体的这个 棋子以后呢 在这里 虽然舍弃了 这么多木啊 但是黑棋毕竟 还是要收棋吃 不是不能收呢 是特别的大 但关键是 把这个啊 孤棋连回来 同时吃掉 等于这四颗子 还是 也有木树的收获 最关键的是 这块黑棋 成为了一个负担 成为了一个负担 这个棋应该来说呢 是白棋 取得的这个 明显的这个 优势啊 优势 那么 呃 优势怎么样 我们呢 简单的呢 再 看一看啊 再看看后面进程 就知道白棋的这个 棋子过后的效果啊 黑棋 明显的这个 感到呢 由于被吃通以后啊 这个局势不利 因为白棋 顺手收棋的过程中 那个挡啊 都是 十木棋以上的大光子 等于都是说 都是有收获的 那么黑棋呢 如果 再去 单纯的啊 在中间走单关 这一个还不够 以后可能 那么呢 形式还不 只能能顽强的啊 先抢空 顽强的先抢空 那么呢 黑棋 白棋就拆啊 黑棋打入啊 这个是 比较这个 积极的啊 觉得形式不利啊 希望呢 白棋走 黑棋就利啊 希望对白棋上方这块 抢先呢 发动攻击啊 抢先发动攻击的话呢 就能照顾到呢 自己的这个 这边的固棋 当然白棋 不会让黑棋呢 这么如愿啊 那么我们先找 看得清的来 打吃 嗯 景气 这黑棋 为了净杀白棋 也是呢 没有办法 只能提 那么白棋 先把这个啊 提掉 这下就是 真是 舒畅啊 这个提通以后 这个地方 就是 非常非常的厚啊 这个头挺的 也是非常的结实 黑棋 只能这么吃啊 那么这些 弃掉的指 都只能提起来 我们在这个 讲座中也经常说过啊 这个 并不是呢 效率很高的 如果吃的都是虚控的话 是可以 但是呢 这个 每颗指都得把 都提起来啊 并不是那么的 这个满意 虽然有时候提起来 好像心情很愉快 但是呢 木树呢 并不多 那么这时候 白棋 一旦 已提通了以后啊 这个后卫的威力呢 就开始 发挥了 这个也是白棋 弃子啊 所得的 所得到的 最重要的 这个 东西 就是 得到了这个后卫 那么这时候 白棋 就不会去 简单的 再去防守了 这个全厚了 马上就对黑棋 发动反攻 再压 面对你这个打入啊 这个就是说 理得不理 然后直接呢 对这个 白棋啊 对黑棋啊 发动反攻 这一反攻 大家一看 这一块黑棋 已经是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危险 那么 嗯 作为这个 呃 白棋来说呢 由于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 这个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黑棋在这一带 也没有任何的借用 那么白棋 行棋呢 就非常的这个 轻松了 那么黑棋跳啊 白棋这两个字 当然现在是 呃 不用放在眼里啊 可气呢 可取啊 顶 然后立 其实这时候呢 白棋啊 这个可以 一跳 中间这块黑棋 生死不明啊 生死不明 这个也是呢 也是一个 直线型的下法啊 当然了这个生死不明 你也不能就说他死了 那么如果万一被黑棋在这一带啊 活出来啊 靠一靠白棋呢 有可能呢 有落空的嫌疑 或者说呢 也有这个 嗯 就是说 把味道啊 全给卖掉的这个嫌疑 所以说 白棋这时候啊 就是 为了充分啊 依仗自己的这个后世啊 就是呢 干脆呢 再啊 把这个战线呢 给扩大 先从这个啊 把这块黑棋 也牵扯进来 那么都牵扯进来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白棋 弃子所得的这个外世和后世 后卫啊 就能得到这个充分的这个体现啊 得到这个充分体现 黑棋这个作战啊 也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困难 非常困难 那么黑棋先飞啊 这个也是很大的一手 也是主要是为了照顾这个 因为不飞的话呢 白棋就算压 压完以后 这些光子啊 都变成了这个先手 不过这个时候 白棋已经有一种完全啊 我们用的这个俗话来说 就是说是完全有点不会啊 这个棋已经占据了 这个明显占据了主动 白棋走的这个 露锡河的这个在这里啊 我们这个定型方法也值得这个大家学习一下 走的可以说是通俗易懂 白棋就搬啊 黑棋 搬住呢 白棋啊 这个在搬了这个在平时看起来啊 是有点俗的啊 这个招法是搬了打吃 这个都是有俗手嫌疑 但是呢白棋就是为了走后置身 顶 黑棋这个也只有补啊 也只有补这个 那么白棋 随着白棋的越来越厚 那么黑棋这两个子啊 基本上有可能会出现呢 无疾而终的局面 然后白棋再轻轻一跳 嗯 就是说 我们看看啊 这个就好像白棋并没有对黑棋这块棋啊 发动多严厉的冲击 也甚至来说直接攻击都没有啊 但是呢 由于白棋的这个后啊 这个 这个白棋的这个后啊 这个对黑棋形成了一道 这个非常强的无形的这个压力啊 黑棋是所有的这个星棋啊 几乎就是没有还手之力啊 就只能是想办法啊 这个是尽量把自己的这个棋 给去做活 但是即使想做活呢 也不知道啊 去怎么这个做活 然后当黑棋 死马当做活马一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黑棋 往里的这个枪法也是已经呢 这个是 有点乱了啊 不过确实 黑棋也看不到这个好的这个 自古手段啊 也看不到这个好的自古手段 那么 白棋再贴 黑棋呢 准备做演 那么白棋也不急不躁 先把呢 这个黑棋冲断了再说啊 先把你的联络冲断了 这个地方不管你怎么去活啊 也不止不管你能不能活 反正我先把你断开 你通过攻击啊 至少这两个只是跑不掉了 同时冲断以后呢 哎 刚刚才说了 这里挡的先手关子呢 依然是有的 这时候完了几乎是彻底的啊 黑棋 有点这个彻底的上市理智 来打这个结 那么白棋当初的弃子啊 的这个 又变成了一个绝好的结材 绝好的结材 弃完以后白棋太厚实了 黑棋一个节都没有 如果硬的话 白棋一提 一个节都没有 那这个提下去也不得了 最后黑棋一怒之下 干脆提掉 又把白棋弃掉的这些子 乖乖的拱手相让 送回去 那么白棋再一团 反过来还吃掉了这个黑棋 这个呢 也就是白棋啊 大胜的局面 一定是大胜 那么这番棋总在说呢 罗喜和在这个下面的 自估过程中啊 这个下得非常的漂亮 计算也很精准 头脑呢也很灵活啊 没有去拘泥于活这块 而是呢 抓住这个要点啊 把这个棋筋跑出来 同时呢 吃通对方的棋筋 以后啊 这个自胜 这个掌握了呢 这个全局的主动 然后 这个王磊 最后还迫不得已的 把到手的 嘴里的肉啊 到了嘴里的肉呢 还给吐了出来 这个可以说呢 白棋是这个气质啊 获取全局主动的 一盘呢 这个好棋啊 罗喜和在这里呢 给我们展现了这个精彩的这个自估啊 和灵活的思路 确实呢 特别是指他的这个气质的思路呢 值得大家呢 去好好学习一下 好的 今天的棋局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